我把你画成花 我看了一朵花 再不思念一点一点 画成与我想 很多人都说我骗人 说一个收费品的绘画画就是骗人 读到高三的时候 家里也困难 也不想读了 就去上海那边打工了 挑砖 后来就是挑黄酒 后来就去东北做水泥产 绘画稍微有一点底了 老婆老太坐在那我给她画写生 她喜欢就给个四五十 不喜欢就撕掉 但是收入也不稳定 结婚了以后不能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 要给老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大部分都是在网上买书看 买一些世界各地著名画家的作品 国外的佐恩 雷诺阿 五六年 看那个世界各地的美术史 的书籍有几百本 这幅画是零摩那个 莫奈的向日葵 但是画画的笔法是用梵高的语言 都是印象派 印象派我就是最喜欢莫奈 国外的画家呢 我最崇拜卢本斯 最喜欢就是那个郭润文老师 他那个色彩人物画得非常那个有古典美 太露魄了怎么可能见人家 自己生活呢也就是一千元 我每个月都要寄回家七千到八千左右 我自己过得很苦的无所谓的 家里小孩子不能太缺钱 我都不怎么买东西吃 一个月大概这种颜料呢 就是用个十来支 这一支十七八块钱 这种呢 这种要三十多块钱 公寓善其是必先利其器 有的时候做梦啊 有的时候在外面看风景呢 有时候看小说觉得挺精彩的 就起来画画了 一般就是衣服画不画好的话 根本就不吃完 画画呢就是变现快一点 接订单的话 一个月几百单都接 都有的接 就是接不了那么多 我一个月最多画个二十到三十幅 质量太差了 影响自己的名誉 我就想当老了以后 不用干体力活了 可以靠它养家 如果选三种颜色 代表自己的人生呢 第一种呢 选择红色 代表这个少年到二十多岁的青年时期 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 梦想大于现实嘛 一过了三十 拿个工钱都很难 感觉心境有点像黄色 人到四十不惑嘛 没有那么大的追求了 就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不去想一些 这个不切实际的事 四十颜色就是蓝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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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